当1976年的时候,我是从我爸爸那边看到,当时我还还是读书,然后那个人来感谢我爸爸说,他帮助的感言,感谢说他,我爸爸帮到他的家人,然后我就发生了兴趣,我就跟我妈妈讲,妈妈,我将来找到了,我要学爸爸做的工作者, 那我妈妈的句话就跟我讲说,别傻,这个是哪来值得工作啊,你千万不要去做啊,来的时候,到了我20多岁,已经成立大陆社会的时候,我就赏识来医院去,我第一间是去那个,当时叫了两院,现在叫冰安医院,跟一群朋友去,去签到我也去赏识,最后, 成功了,我就很高兴,然后我回去,我不敢跟我的妈妈说,我已经捡了第一包的血,过来的时候,第二,第三,第四,第五,第六,第七,第八,第九,到第十二处的时候,报纸上出了我照片,到我回来的时候,母亲就跟我讲了, 你今天,你做了什么事情,我知道了,你拿最最晚的,不要你拿去喝吧,他没有骂我, 然后,现在过后了,我就一直很有兴趣,然后后来的时候,我就觉得说,哇,这个人家没有,我没有钱处处,这个人家有钱处钱,哇,这个也是很好,可以放到病人了,然后我就很愿意做,然后现在我就看每次, 人家都要求捐写,甚至,我有时一天,可以接到五六个人,不同的人要求,可以捐写给他的家人,紧急要写, 然后我就,后来的时候,我就看到每次,这些人,哇,越远,然后我就说,啊,加上人家又鼓励了,我就说,啊,本来的时候, 然后,因为我有个谋事条件,我不知道是我的身体的事故啦,人家看到我,哎,可能越坚越肥,不过,啊,我问医生,医生说,啊,这个没有问题的, 然后,只要你们随便,然后把他们进过一间,每次我进了都,都能过关,我就很高,很高兴,然后一次,因为一次,哇,然后,后来的时候,我说,不然我放个目标为一百次啦,然后真正到今天,我这个一百次的目标达到了,我就很高兴, 然后,然后,我看我的中央院的图子,假如在六十岁之前,啊,还,啊,还可以的话,就可以,到一百十次的目标,就把这一本图子,可以,可以,啊,填到满为止,啊,就是一百十次啦, 好的,是一百次的目标,谢谢